要求行政院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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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麵好不容易才成為一個 台北市的一個享譽國際的 因為政治的因素來做的事情 把我們牛肉麵的業者也拖下去 哇塞 現在含有瘦肉精的美豬 都還沒真正進到台灣 這行政院發言人丁怡明 今天就先抹黑人家說 榮獲今年台北市辦牛肉麵節的 紅燒煮冠軍店家皇家傳承 就是用含有瘦肉精的美牛來料理 莫名其妙把店家拖下水 聽到自家的料理跟瘦肉精扯上關係 心情肯定很差 牛肉麵店家不只今天下午 到台北市議會抗議 也搬出證據反駁 要求行政院道歉 否則不排除以法討回公道 每季呢我們都會跟廠商要求這個 肉類的檢驗報告 它不管是產地證明 以及這個檢出證明 甚至我們都會自行送 HGS來做所有瘦肉精的檢出 它的呈現都是未檢出的項目 就是代表就是沒有 沒有想在我們行政院的發言人 除此惡劣 將我們這些小老百姓 爛殺人家 你們既然要去找你們政治鬥爭的話 不要把我們千年無辜 店家得知被抹黑後 也隨即在臉書發文以示清白 不僅迎來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還有台北市議員徐巧鑫 紛紛都到店家粉專留言聲援 晚上黃珊珊還揪了學姐 一起到店家吃牛肉麵力挺 台北市牛肉麵節的相關的廠商 他們用的牛肉都是合法的 這個發言人的發言顯然非常的不大 這眼看事情一發不可收拾 丁一鳴今天下午 除了上店家致歉之外 還買下100萬牛肉麵來署罪 不過話說回來 這事情傳到柯文哲而立 柯P當然也是不客氣的回擊 今天這個問題已經不是安全還有安心的問題 他有事實的層面 但是也有心理層面 所以市長你有沒有被陰了的感覺 他們是很誠懇的跟他講 他如果要耍陰了 這個到一個程度我們就翻臉了 《炸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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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